DUF两部委出手严导假冒伪劣,若知假售假电商法,还要平台承担连败责任,拼多多山寨门风波持续发酵。 这一次,国家两部委将围剿包括暴民派在内的假冒伪劣,其他商标等违法行为。 同时,拼多多在美国遭遛假律所集体诉讼,趁政府调查山寨门使投资者经济损失,愈演愈烈的山寨。 假货将如何收场? 包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出售严打暴民派等假冒伪劣。 8月2日,国家市场兼得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大打击支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的通知。 将打击包括暴民派在内的支售假冒伪劣商品、其他商标、相关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列为重点打击目标。 发现的是嫌重大违法线索,要对生查、销售等相关环节进行权链调调查处理。 通知表示,督促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旅行法定义务,切实维护商标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相关专项治理。 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网络交易平台,一把成严查处。 当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产品质量上随机国家监督抽查,即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判指法检查人员, 以实现公平监管、科学监管、指挥监管、提高监管效能、增强对质量不呈现企业的威慑力。 同日,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综合思询士员刘宇来介绍,上半年乡村消费品市场占比达14.4%,要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虚假广告宣传,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作用。 此前一天,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色高度总是媒体反映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假冒商品等问题, 已经要求上海市工商局约谈平台经营者,并要求上海市和其他相关地方工商、市场监管部门, 对媒体反映的以及消费者、商标权利人投诉举报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山寨产品, 用名牌的问题,认真开展调查检查,不管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平台内经营者, 只要构成违法,都将依法严肃处理。 上海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接受独角银科技采访时表示, 7月31日,上海市区两级工商,已约谈拼多多,要求其立即展开自查自救, 对媒体反映的以及商标权利人投诉举报的问题进行整改,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同时,常宁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按照上海市工商局要求, 对媒体报道了的假冒名牌问题展开调查, 对拼多多在美国遭六家律所集体诉讼, 内东时间8月1日, 美国六家律师事务所, 分别宣布,代表投资者们, 展开对拼多多的集体诉讼, 各家律所发布的现实, 他们认为因为中国政府调查, 拼多多平台出售产品导致股价大跌, 导致投资者遭受了经济损失。 各家律所在中表示, 调查将来让拼多多, 是否向大众投资者们发布, 只有极大误导性的商业信息, 拼多多是否涉嫌微披露相关信息给投资者, 拼多多及其高管是否涉嫌从事证券欺诈 或其他非法经营活动, 以及拼多多公司及其 员工是否涉嫌违反联邦证券法。 据悉, 这六家律师事务所, 正在召集一个集团诉讼, 目前还在召集原告的阶段, 就参与本次集体诉讼的美国律师事务所, 有Rodin Law Firm, Pemerantz, LP Law Offices of Howard G, Smith, Forkifroo Group, The Shaw Law Firm, 和Bronstein, Goods Girls Milk, 受山寨没市地影响, 上市五个交易日, 拼多多除了上市首日暴涨40%之外, 其后四个交易日表现出持续走低的趋势, 8月1日, 拼多多股价跌破发行价, 较属于26.7美元的收盘价下跌超30%, 市值征发现90亿美元, 8月2日晚接, 截至2030, 拼多多下跌3.69%, 报时9.56美元ADS, DUF淘宝, 拼多多, 抖音, 微博等多平台卖山寨货, 在公众媒体和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下, 部分电商平台正对商品进行清查, 但独角经科技发现, 多个电商平台上, 仍有山寨假货出售, 抖音, 微博, 也成为化妆品等虚假广告的新阵地, 以一款品牌名为Vili的手机为例, 8月1日, 记者在淘宝和拼多多平台搜索Vili, 有多个店铺销售此品牌手机, 8月2日, 记者在此以此为关键词搜索时, 淘宝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宝贝, 拼多多在搜索框下提示, 已为您展示Vili的搜索结果, 仍然搜索Vivk, 点击Vivk搜索结果排在首位的是一家名为Gia轩手机专营店的店铺, 此店铺出售两款商品, 之为Vivk台手机, 售价分别为399-568元和399-599元, 记者在淘宝中以Vivk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现实没有找到相关宝贝, 独角金科技近两天搜索发现, 京东APP上能搜索到Vivk官方旗舰店, 店铺中出售此品牌的儿童早教机, 游戏手柄、数据线等商品, 但并无手机出售。 记者发现, 该品牌属于深圳市8加1, 未有科技有限公司。 千眼查显示, 该公司注册月2015年2月12日, 记下仅注册Vivk一个商标, 商标状态为转让中, 除了电信论商品, 化妆品成为个大网购品牌, 商商在商品中三需, 已经连销售火爆的香水品牌 足马龙J.O. Malone Valley, 记者在拼多多、淘宝、 京东上军发现了一足马龙, 足马龙、足马龙, 等命名稍有差别的品牌在售。 正品足马龙香水, 30毫升蓝风铃款, 官网销售价格为600元, 记者在多个其他网购品牌中搜索到山寨款, 同样名为30毫升蓝风铃款, 售价从几十到几百步的。 在淘宝上, 记者搜索到一款, 为点开始显示商品名称, 为足马龙香水, 小鸭蓝风铃, 香瓷香水秀Q8小样, 点击链接后商品名称, 变为香水小样持久女士蛋香, 英国力称华蓝风铃30毫升, 香瓷香水秀Q8小样, 该商品30毫升款售价228元, 约销421笔。 在详情页中, 记者发现商家提供的图片, 中文字写是, 为香则秀足马龙香水系列, 与正版香水品牌名足马龙统音不同字, 且图片中的香水包装上缺少英文字母, 甚至还有店铺出售售价, 低居29.9元的500毫升款, 商品图片上的英文为周麦龙, 正品为周麦龙, 错误明显, DUF这一现象在拼多多平台上同样存在, 京东上有祖马龙官方旗舰店, 但仍有第三方商家售卖价格, 远低于官方价格的产品。 独角精科技在搜索页中, 发现了商品名中有祖马龙, 祖马龙等字样的商品, 一款商品名称显示为祖马龙J.O. 马龙送礼盒J.O. 马龙祖马龙女士香水 祖马龙香水蓝风030米, 选择规格蓝风030毫升, 售价为388元, 该店铺客服称保证正品, 假意发实, 对于记者群问, 为什么价格比官网低很多? 客服称我们是批量代购的价格上有优质, 但当记者询问是否能够提供商品相关证书或书时, 客服未回应相关证书, 只解释, 我们是代购的。 拼多多8月1月下午发陈, 将全力配合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 进一步严厉打击平台上假冒商品。 康家此前对独角金科技表示, 发现拼多多平台上多假网店销售假冒康家便是, 已要求其平台责令网店停止相关销售活动, 针对电商平台上的删材产品。 截至法稿, AVL不予置评, 小米未回应, 电商法三审稿, 打假, 平台之假受在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正在完善电子商务领域的立法进程, 电子商务法草案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10月进行了一审、二审。 今年6月中旬, 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 以下简称三审法公布, 对监管范围, 平台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补充。 其中, 三审稿新增打假条款, 明确提出,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如果只假受假, 明治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 有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 而未采取必要措施,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三审稿增加规定,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对平台内经营者, 得资质资格未进到审核义务, 或者对消费者未进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所态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 微商纳入了电子商务法监管范围, 三审稿明确规定, 本报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 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从事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 在经营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者, 以及通过自建网站, 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电商品台上删着产品, 如果用了这名品牌的商标, 是侵犯了商标权, 如果没有用商标, 或用了自由商标, 但是模仿了别人的外观, 独创的外观设计具有专利权, 这个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北京高卧律师事务所函律师称, 正品的价格, 包含从原材料到工艺制作, 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 任何环节的投入都是可观的, 因此价格也高, 似乎鉴定认证中心总经韩超 进一步指出了侧名牌的危害性, 在他看来, 山寨商品从产品外观, 营销策略上都是对品牌商的, 新浪科技作者, 杨立润焦陈梅成, 实习生赵新游佳颖, 同辉陈王淑义, 贝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